我们看到俄罗斯 他除了入侵乌克兰以外 其实他们的一些议员 竟然还相当的霸气 我用霸气要怎么说呢 他竟然呛美国 这下呛美国要呛什么 呛说要把所谓的阿拉斯加还来 其实阿拉斯加是在18世纪的时候 俄罗斯卖给了美国 但是竟然因为这整个一个俄乌战争 他的俄国的议员 竟然就这样子呛下说 要把阿拉斯加还回来 也因为俄乌战争 似乎各国也开始要来 深锁所谓的领土 这边要请教一下所谓的影响 不好意思经理 我会先再讲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中国驻美国大使 他有发表一个评论 在华盛顿邮报上 他想要清楚的叙述 就是中国对乌克兰的一个政策 政策立场 但我看完这一片 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真的非常生气 因为其实你说一个大使 其实理论上 你是带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代表你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 但这个大使真是公然说谎 他真的非常公然说谎 我其实这边举几个例子 他第一个例子 他直接讲说 中国是在追求一个 和平的这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好 那你这样说嘛 对不对 那他同一篇文章又立刻说 但是我们在两岸的部分 我们是追求就是两岸和平统一 但是我们不排除 有用其他的方式 来喝止这个台湾独立 那所谓的其他方式 当然就是武力攻击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所以他同时说我追求和平 再来说我愿意武力攻击台湾 很矛盾 第二点 他直接说我们是支持 包括乌克兰在内所有国家的主权 及领土完整 好 那我问你 为什么中国当时在联合国 那个大会投票的时候 希望俄罗斯撤军的时候 他不敢投 他投计权 计票 问你那这个是支持 这个所谓的这个领土完整 还有这个 这个主权独立吗 没有嘛 对不对 第三个公然说谎 他直接讲说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但是台湾 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 不是事实吗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国家的大使 直接在美国的媒体上公然说谎 其实我对于华盛顿邮报 刊登 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也是有点遗憾 那再来他其实还要讲一句话 我觉得是直接被美国打脸 他就说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明显的支持 但是他说就是你号称 中国曾经有暗住 这个这一次的一个战争 这个是完全假讯息 但是同一天 这个不是那个美国的 这个国防权 国王顾问跟那个杨洁篪 其实他罗马就有会晤 对不对 他们就直接 美国就出来讲说 我们已经得知消息 中国已经跟我们说 他们会持续的提供 这个经济跟金融的援助 像这个俄罗斯提出援助 那我问你 那这不是暗住 这一次的战争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回到好回到这个本题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很狂 但他狂的部分 其实不只是这个阿拉斯加 他其实讲了很多 因为我真的去看了他那个内文 他阿拉斯加只是一部分 他讲说所有这个 第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帝国的领土 他都要拿回来 第二个是苏联的领土 他也要拿回来 第三个他其实那个北极他也要 那再来他还讲一点 他说其实我们所有那个 在那个应该要获得 就是在奥林匹克应该获得的那个 的那个奖牌 他也要回来 所以他讲的这个是超狂的 他不是只有讲这阿拉斯加 他跟普丁可以来比狂啊 就他就随便讲了 随便讲了 但确实到阿拉斯加的非常有趣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历史 他宣称其实是好像是美国占领阿拉斯加 但事实上其实当时是美国采购了阿拉斯加 像俄罗斯采购了阿拉斯加 他采购的金额那时候 其实还蛮可怜的 因为他其实采购金额只有720万美元 然后当时就是一个美国的国务卿 去跟俄罗斯去谈说 我要采购这块土地 因为为什么 那时候美国有一个立场 就是他叫Monroe Doctrine 就是说他认为整个北美洲 他都想要占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当时去跟俄罗斯去采购这 很可怜耶 我们现在都觉得 这是超好的一个deal嘛 对不对 720万美金买了整个阿拉斯加 但当时他被骂翻了 因为他当时说你买这块土地干嘛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嘛 对不对 但其实过2030年后就发现到石油 那发现到金矿了 所以整个阿拉斯加就整个大爆红 然后大家反而还感谢说 你去跟俄罗斯买 这块领土买得真好真好 所以我说这个人是完全没有读历史的 还认为是侵占的 根本是俄罗斯当时是不要的一块地方 是卖给美国 所以除了俄罗斯的政客 这个议员 他说他要跟美国要土地之外 其实现在是不是趁俄罗斯病 要俄罗斯命 像日本呢 他现在也有喊说 他要所谓的北方四岛 这边要问一下李翔 其实北方四岛 日本一直都想要把他要回来 因为实际上 目前实际的占领 是在俄罗斯的手上 但是这一次岸田文雄 他特别有讲说 北方四岛是所谓的固有领土 这跟他们以往 像是安倍晋三之类的讲法 似乎不太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要趁俄罗斯现在 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乌克兰已经焦头烂额 这一下子在远东的地方 日本也要伸索他的主权 其实我觉得日本是有点被逼的 我说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近有三件 三个事件发生在 针对这个北方四岛 第一个事件就是说 俄罗斯宣布 这北方四岛会被纳入 一个免税的一个条款里面 那就是日本已经 第一个被触及了 第二个 其实俄罗斯在附近 甚至于还举办这个飞弹测试 所以这个也再来 这个触及这个日本 那第三个呢 甚至于还也是一样 有一个很狂的人 在这个在俄罗斯的官方电台 直接说出 说我们要迫使日本放弃 对这四个小岛屿的一个主张 因此我们要核武攻击日本 直接在俄罗斯的官方电台 直接这样讲 我们要核武攻击日本 所以攻击乌克兰还不够 还想要攻击日本 而且是核武 你还没有核武攻击乌克兰 你要核武攻击日本 迫使他放弃这四个 这个四个岛屿的一个主张 所以日本非常非常不满意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四个岛屿 其实它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在二战前 其实这个日本跟俄罗斯 有多次的一个交战 对不对 所以这个岛屿的一个领土主张 其实一直变来变去 但确实在二战之后 是当时那个 就旧金山条约里面 其实是日本放弃了 对于这个岛屿的一个主张 但是当时写的文字 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清楚 那甚至于就是在 可能无论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 可能还是有一个落差 所以确实其实日本 仍然没有放弃 完全的放弃说 这个四个岛屿 在历史上是属于日本的 那确实 其实在二战之前 其实住在上面的居民 多数都是日本人 大概好像有 一万七千一万八千个日本人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状况 我觉得非常清楚 日本他其实每一年 都有说 这个岛屿是属于我们的 他其实并不是说 今年才开始 但是日本今年会说的 特别特别强烈 我觉得一部分 当然是说 今天俄罗斯触及了 真的是这个怒 就是让这日本 对于这个岛屿非常怒 因为觉得说 你今天 乌克兰你就在打仗了 然后你今天还来搞我们这边 甚至于还说要和我 日本 所以第一个是 日本会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第二点我觉得也是 当然这乌克兰的战争 会彰显说 所有这个俄罗斯 过去的一个领土争议 这真的是我觉得 可能是俄罗斯 当时没有想象 他想说 我单纯去攻击你 乌克兰怎么会延伸到 我自己国土的问题 但确实我觉得各国 就会开始重新思考说 我当时跟你领土 这好像也没有完成 我们再来重新谈判吧 其实在这北方四岛 也算是在库叶岛这个部分 其实早期在隋唐的时候 那好像算是中国的属地 我不知道中国 中华联盟共和国 要不要顺便也来跟俄罗斯 来叫嚣 说我也要这边的土地 但是很奇怪 我想要问一下 请杰明哥 来到我们电视墙这边 就是其实像在日本 像现在呢 大家都在深所所谓的 他的固有领土 都要押回来 俄罗斯要回来 要阿拉斯加 日本说北方四岛 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地图 这地图你看 先不要看所谓的外蒙古 其实这些地方 所谓的外东北 还是外西北 这些地方全部都被 俄罗斯给拿去的 是从中国的领土给拿去 当然俄罗斯也有还 有还 但是其实陆陆续续还得 相当的少 而且不是普丁还给习近平 而是在早期还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会像日本 或者像俄罗斯那一位议员 哇大家都叫得很大声 他在这件事情 反而是静悄悄 为什么有这个议题 是因为在之前 就是美国派了这个 国家安全顾问 去见了习近平 那习近平就跟这个 美国国家顾问讲的很白 他说中国的土地 一寸都不能少 外国人土地 我们一片都不要 但是我们事实上呢 透过一带一路 早就知道 中国在各个地方 早就掠夺了许多港口 所以习近平说话不算话 我想是很事实的 但问题来 他讲一句话说 一寸都不能少 那这一寸都不能少 当然他暗指就是台湾 是一寸不能少 可是很多人 很多网友就解读说 那你是要跟俄罗斯要土地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邓小平时代 到毛泽东时代 因为毛泽东时代 比较辛苦 因为当时他们内部 有很大的纷乱 所以他没有权利 要去跟俄罗斯要土地 但是话说回来呢 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邓小平当国家 开始稳定的时候 他曾经要求 就是俄罗斯要交出 这样土地 普丁也知道 好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看 到底有多少土地呢 是落到了俄罗斯的手上 不是说好 一寸都不能少吗 看起来很大 是 非常大 台湾好几倍 当然我们先不要讲 元代那个时代 因为元代时代 已经是整个大亚洲 那我先不提那事情 我们就以清朝时代 来做一个标杆 这样总可以吧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件事情 在1858年的 中俄这个爱荷条约里面 他就侵占了多大块土地 你们看到 这么一大块 以前的我们不是东三 以前不叫东三省 以前的东北 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 是现有的面积 大概 因为我们现在东北 大概就剩下这么大块 据了解是 比我们东北土地 至少大一倍以上 你现在的东北土地大 对 那你这个 这个要不要拿回来呢 第二件事呢 到了1860年的时候 中俄有个北京条款 那么柯栈的土地 那时候是因为八国联军嘛 那这个俄罗斯呢 又拿下哪些土地呢 他连右边这块土地呢 也全部吃下来 还有库叶岛 对 还有库叶岛 那这样子就是包含 日本的深属的那四个岛这边 因为库叶岛其实呢 在这个我们说的 早期就是满清之前 其实是归中国管理 但因为日本人不断的去渡海 就慢慢的 其实里面都是这个日本人 但是呢 因为俄罗斯 发现东方 这个这边有庞大的 一个战略资源呢 他们也开始把人呢 开始拿进来 但是因为呢 当时的日本呢 还在想着台湾的事情 他把所有精力 全部放在台湾嘛 那这时候呢 这个俄罗斯呢 就觉得有利可乘了 他就跟中国呢 在签这个北京条约的时候呢 一并啦 就是库叶岛呢 也归我来 那时候日本还没有醒来 日本现在醒来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但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刚才讲嘛 其实库叶岛也是这个 习近平要要回来哦 不是俄罗斯的 应该也是大中国 不是俄罗斯的哦 也不是日本的哦 你要要回来哦 好那到了这个1860年了 最后就刚才讲了 到了这个1881了 北京条约有讲两次 那时候呢 1860年的时候 他们要重新再看 这个西北的西北界 那你知道这重新看意思说呢 就是说我们把界线画好嘛 结果没想到 这一画不得了了 每一块地都是 就是我们台湾的恩多贝啊 这么大一块地就不见了 然后后来呢不止如此啊 到了这个总说的中国自己决定 已经成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 他又把一块土地呢 就交给了他的友邦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这么多土地 总共是150万平方公里 哎 这个习近平一寸不能少 这不是这只寸的恩多贝 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大 那其实中国他有说 他说普听宣称 以后会把这个土地还给中国 真的有可能吗 实际上刚刚也有提到 说其实陆陆续续 普听真的有 应该说俄国真的有还 俄罗斯有还 他第一次 普听没有还 他第一次的时候 还了9平方公里的土地 给了中国 对是伊尔卿还的 那第二次呢 远东地区5平方公里 第三次边境的10平方公里 第四次呢 有一个叫做 黑虾子岛的西边 它是归还给中国 那这个还蛮大的 这有171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北市的一半大嘛 这边也可以请教一下 那个杰明哥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然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 哎 这么大的土地 还有一件事情 刚刚杰明哥讲了 很多的条约 对不对 很奇怪啊 那为什么他要还香港岛 这是好问题 我们这样讲 为什么香港岛会变成 因为香港岛 其实是割让 那为什么要还给 英国要还给中国 那既然俄罗斯这么多土地 也是条约 为什么他不还给中国 好 这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个讯息 发布出来说 有普丁真的有还土地 给这个中国 表示双方的关系是很好的 那他们特别提的土地呢 就是我们说的 是这个所谓的黑虾子岛 旁边的一半 归还给中国 也不是全部哦 那我们想说 黑虾子岛应该很大吧 我们这样故意的岛这么大 对不对 结果我们才算出来 这个黑虾子岛呢 其实面积真的很大 就只有台北市的一半不到 多一点点 171平方公里 但我们刚才讲多少 总共是150万平方公里 171 我想大家可以计算 171剩多少 所以呢 而且重点事情是 欧洲的媒体呢 俄罗斯媒体 因为他们现在就要 中国的帮忙嘛 因为现在你没有Visa卡 你没有这个国外的信用卡 但是你有银联卡 你Sweet把这个俄罗斯的银行 关注了 可以他们是有中国的银行啊 所以其实这些消息 都证明他们是有帮助 所以他们祈求中国 更多的帮忙的时候 那么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哎 普丁有哦 普丁只有还土地 再次问题是 这四个土地都是谁还的 都是叶尔卿 就是苏联解铁的时候还的 不是普丁还的 好了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呢 其实这些过程 你看得出来 这是2001年的事情 是江泽民跟叶尔卿 跟习近平跟叶尔卿 也没关系 习近平跟普丁也没关系 2004年是李肇星跟这个 这个中华民国的外长 他也是属于是在这个江泽 是属于这个后面的这个 也是跟习近平还有普丁 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都没有关系啊 可是跟普丁 跟习近平有关系是什么 他把香港给回收了 可是香港是跟香港 他其实只有九龙是租借地 香港那个是直接是 割让 割给英国 他不是说嘛 外国人的土地 一寸都不会要吗 但是香港已经是 割让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要要回来呢 那当然要道理 那我们就很道理 讲了一个事情啊 台湾也是跟这个 日本有签约 对不对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我们不需要你这个中国来啊 我们中华民国呢 就已经拿回来 这事情我们办得到 但是问题是哦 香港这事情 你可要跟英国说个清楚 讲个明白 那可是已经是割让的土地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的话 麻烦你 库叶岛你给我拿回来 因为库叶岛这部分 也是当时清朝 跟这个俄罗斯签的合约 如果按照你香港都要收回的话 那麻烦你 库叶岛你也收回 但很抱歉 这个台湾的问题呢 咱们中华民国 已经帮你解决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